每次浙江南篮被球迷看好的时候 他们总会让人失望 而且最近几个赛季 他们都是高开低走 更有意思的是 每次外援加入之后 球队都会出现问题 在被上海南篮逆转之后 小外援格林 主帅刘维伟都遭遇了质疑 特别是格林 到底是状态没有恢复 还是就这个水平 接下来他们面对深圳南篮 如果继续输球 排名有可能被广东宏远反超不说 刘维伟也将会承受更多的压力 所以他已经表达了孤注一掷 拒绝连败的态度 很多球迷都说 浙江南篮挑选的外援都是精品 的确 威姆斯 斯托克斯 兰兹伯格都是被浙江南篮放弃的 不过也有失败的外援 例如当初表现糟糕的古德温 以及不温不活的保罗 由于恩多无法回归 所以浙江南篮挑选了格林 希望他能够给予无钱帮助 可结果就是格林 现在状态非常糟糕 甚至比国内球员能力还差 虽然也有长时间 没有系统训练的原因 但这次估计浙江南篮看走眼了 面对深圳南篮 对手肯定会使用 沈子杰和萨林杰的双塔 浙江南篮现在内线非常薄弱 只有拉科赛维奇一个人靠谱 朱旭航现在只能够投三分球 最近命中率还不高 外线成帅棚 王一博只能够快 却慢不下来 无钱每一次外线出手 感觉都是比赛最后时刻的绝杀球 显然刘维伟在战术方面出现了问题 高强度防守没错 可也得有阵地战的东西 浙江南篮后面的赛程并不理想 还有辽宁南篮等强队 如果格林还是这样的状态 刘维伟也没有更多战术的话 那么他们恐怕本赛季 依旧会是高开低走 直播提示 1月24号19点30 浙江南篮vs深圳南篮央视体育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